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天来了 冬天的气候呢 当然是非常干燥而且寒冷的 皮肤容易产生什么呢 脱皮 弘氧跟干裂等等的问题 那么美国人呢 跟我们Taren一样 这个非常注重这种皮肤的保养 所以美国很大的一个电视网 叫ABC呢 他们的记者去采访了非常多位美国呢 在美容保养方面的专家 那做出了六个建议 就是六大冬季保养皮肤的建议 然后刊登在呢 2012年11月22号的ABC的新闻网里面呢 获得广大观众的回响 那我们保健室呢 看到这一则的报道 也就提出来呢 跟大家来共同的保护冬天的皮肤 那么是哪六项呢 第一项是 你可以将干燥的皮肤上 拍上橄榄油 如果你觉得你皮肤哪个地方特别干燥 或者你没有干燥你想保养 你可以拍上橄榄油 那么橄榄油可以涂在哪里呢 特别在几个特别的地方 手啦 手肘啦 卸妆后的脸上啦 以及个人特别干燥的地方呢 那么可以帮助你呢 舒缓干燥的皮肤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天然的成分 我就不念了 那么第二个呢 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含有酵素跟乳酸的天然食材 像什么呢 像优格 木瓜 南瓜等等的 然后再添加一些有抗氧化的 莓果类的 比如说蓝莓 草莓 或者桑胜等等东西呢 可以做成什么 做成天然面膜来滋养你的肌肤 那么第三个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饺子太厚 你想去饺子的时候呢 很简单 你就将糖跟油呢 做等比例的混合 然后呢 再添加一些柠檬汁 这就可以变成了 天然去饺子的磨砂 也都不用花钱 而且非常的好 那么第四个呢 你可以使用蜂蜜 蜂蜜当然是非常有趣的 它叫做草木的精英 为什么呢 都被蜜蜂吸起来了 那么这个蜂蜂 这个蜂蜜怎么用呢 用在哪里呢 如果你嘴唇干裂 你可以涂上蜂蜜 我们有时候是涂护唇膏 当然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想要 让它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涂上蜂蜜 还有脱落的肌肤 刚刚我们讲是干燥的肌肤 你抹上橄榄油 或者你觉得它可能会干燥 你抹上橄榄油 但是如果你肌肤已经脱落了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蜂蜜 那另外呢 像干枯的头发 大家有时候头发会分叉断裂 可以使用这个蜂蜜 那么第五个呢 那是使用什么呢 是使用所谓的洗髮精里面 添加蛋黄 这个我想大家都用过 或者是呢 你洗完髮之后呢 当然你要选择你适合的洗髮精 你洗完髮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鲜炸的橄榄油呢 自己再抹上这个头发上 那这时候呢 因为刚洗完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头发的鳞片呢 因为温水的关系 它会略微张开 所以这时候你涂上这个橄榄油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就橄榄油 可以渗进那个头发的鳞片 那么就会造成呢 头发本身呢 这个保湿的功能增加 因为头发会干燥断裂 因为它水分不够 那你如果有油层上去的时候呢 那它就能够防止它的断裂 所以因此呢 它就可以带给你什么 滋润细致的这个头发 还有当然头皮也可以 头皮也可以抹一些橄榄油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吃也要很正确 你要吃一些 含有所谓的美啦 必须脂肪酸啦 维生素C跟β胡萝卜素的 这种营养的食物 来帮助你保护几乎 但是这些营养素在哪里呢 很简单 我们也写出来了 我们常常建议的黑巧克力 这可以做一集 我们有空再说 另外的鲑鱼 我们也做过好几集 另外像柑橘类的芒果跟胡萝卜 都是非常好的 富含这些营养成分的 但是呢 保健室依然要提醒大家 虽然教你了六大招 但是如果呢 你的皮肤持续干燥 甚至产生龟裂 发痒 红肿 而且出现发炎感染的 严重症状的时候呢 麻烦你立即就医 找皮肤科医师帮忙 那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 你当然可以用我们这六种方式保养 保健室在这边祝大家 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冬天 谢谢大家 好久不見